近日 诸葛亮出生于山西01天兴村的消息引发争议 而这次发现 把诸葛亮的出生地具体到一眼摇动 记者驱车前往天兴村实地探访 村口牌楼上写有《2000年信使孔明故》里的字样 在武侯祠遗址 空中悬挂天兴诸葛亮诞成1839周年大典的调幅 一场祭祀活动刚刚结束 村民介绍 纪念诸葛亮的活动在天兴村已有上千年历史 由于说是葛亮是孤立2月21日生的 10月初一七月 西志 西岸 韩城 花岸 什么 这都来 花岸 这个都来这 该描绘的 两岸这个房子就是给这壳上盖的 留着他们的火 连人都有福 在一片杂草丛生的土丘上 村民告诉记者 曾经的武侯祠规模宏大 历史悠久 于上世纪50年代被毁 2008年 樊双鸣将天兴武侯祠的全貌绘制在纸上 在距武侯祠遗址不足200米的位置 就是村民口中的诸葛亮出生地 这眼直径不足一米的窑洞沿在杂草中 尽可容纳一只小羊羔出入 一千多年了 我们一催着呆呆 呆呆 口口相传 就在这祖国梁 去的这个苗 这个土丫之生子 他为什么这个土丫 这个土丫啊 这个苗 这个武侯祠啊 这个原来这还有一百多亩鸡的 他嘛 逃难到这儿 他把死养这儿 以后他就在这儿长了十来岁吧 2016年 即位当地民间文化爱好者 一同搜集考证流传下来的 有关诸葛亮的历史资料 2019年 林一县成立诸葛亮文化研究会 最早应该是三国志 就记载着诸葛亮的孙子 诸葛景内夷河东 名嘉庆17年的荣和县子 上面就明确记载着 武侯祠在县南三十里千行村 试传诸葛亮僧在千行 数年来 运城学院中文系退休教授王真明不断奔波 希望祖辈世代相传的故事能得到印证 希望各位专家 各位考古学家继续发学来印证 是不是诸葛亮就生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是为了把诸葛亮精神传成到底 网友对于诸葛亮是否出生于山西林一 以及是否存在一千多年前的窑洞产生质疑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朱专法表示 朱葛亮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诚与智者的代表人物 他对当地开展朱葛亮纪念活动弘扬民俗文化表示认可 但没有足够的历史依据支撑 朱葛亮的出生地也不能做出准确论断 有很多东西确实是作证的话比较困难 比如说有考古的作证 危险记载的作证 但还有一些其他野食物的作证 这都是必要的 但这个一方面这是从学者研究的角度来说 但从它传承的来说 比如说它有一些习惯 风俗 这个我觉得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作证吧 三国志记载 诸葛亮 徐州狼牙阳都 金山东省林仪市宜南县人 近年来 为了争抢诸葛亮故里 诸葛亮故居 诸葛亮公根地等归属问题 林仪 襄阳和南洋三地网友多次辩论 而截至目前 林仪县诸葛亮文化研究会 并未找到明确的历史资料或实物 能够证明诸葛亮出生于此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关于仁平经期待 证明词 нем词 走